我们本次的澳门行牛杂吃了 葡萄吃了 鸡蛋仔也吃了 就差一顿正宗的葡萄菜 我们今天就要跟着CCTV去达卡 一家在澳门有着百年历史的葡萄菜 哇 好有圣诞氛围啊 它就开在这个步行街这里 好多人在这里拍照达卡哦 会达卡了 里面的氛围其实很中西结合 这里很中式的感觉 圆圆穿得到很西式 每个椅子还戴上了圣诞帽 上下的环境很不错 主要是冷气够冷 澳门真的好热 我怎么感觉它比深圳还不热 我们先来看一看他们的菜单 有什么好吃的吧 招牌就是这个乳鸽 看起来都好好吃啊 哇 佛校楼由1903年开业 由同一家族经营至今已超越一世纪 哇 你好 哦 可以给我推荐一下吗 没有吃过普国菜 这里是招牌 那就是烧乳鸽啦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我们的招牌 焗血干 哦 这个吗 鬼大虾啊 这个 哦 这个 哇 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啊 然后你们那个舒芙蕾也蛮有名的是吧 哪里啊 我今天是一个人来 就是想体验一下普国菜 所以就没有点太多 反正两样他推荐的 还有我自己想吃的东西 这属于那种普国菜和粤菜的融合吧 对 哦 餐前面包 这个是马脓牛排 哦 这个好香啊 它就是一股很浓的那个煎洋葱的味道 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喝一口汤 我们看一下这个衣式杂菜汤 嗯 那以为会不会是那种罗宋汤的感觉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感觉喝起来它里面应该是加了很多种不同的香草 配上那种各种蔬菜的味道 就是喝起来口感存在蛮丰富的 这个乳哥吧 乳哥这个东西放冷了就饱吃了 这是他们的招牌乳哥 看这个光泽感 果然是招牌菜 肉质真的很嫩很滑 我平时吃那种广式炸乳哥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 就是你能吃出一股那种花雕酒的香气 完全是用冬嫩又多汁的口感 外面这里层应该是有刷一层那种齿油的 接下来我们吃那种齿油鸡 它有一点甜甜的那种齿油味 如果是牛能尝出去种 它们用那种西方香料 类似迷迭香的味道 到很典型的这种中西结合的做法 哇 这么大一个 一定要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舒芙蕾 在红色小树上面看到很多人po这个 没想到这么大 而且他说这个还是小分的 这绝对是一个比我头还大的舒芙蕾 哇 好松软的感觉啊 哦 热气腾腾 这里我觉得服务态度什么都还蛮好的是吧 好松软啊 它怎么做到这么细腻啊 龙龙的蛋香味 不用加巧克力酱就已经很好吃了 我看他们做舒芙蕾 是先把蛋白打发 打发之后加入白糖再去打 后面再加上蛋黄去焗 焗着这个火候应该是很重要的 不然不会这么松软的 里面这一层就像那种入口即化的海绵蛋糕一样的口感 但是比海绵蛋糕更细腻更滑 来 我们来尝一尝这个马努牛扒 外面有放这种坚固的番茄和洋葱 但是不知道它上面撒了一层那个白白的末是什么 还是那种蒜蓉粒 这种坚固过油的那种蒜蓉粒 真的很香很提味 牛扒入口就是满满的肉香和蒜香 如果你喜欢吃蒜的话 应该会很喜欢这款牛扒 上面淋了一层酱汁是那个乳歌汁来的 快点尝着一丢丢甜甜的味道 蟹盖就是这个肉蟹全部拆出来全部是肉 就是蟹的那些肉全部拆下来 放到这个壳里面去焗 对 像一样的附加其他的那些炸的 口口是肉香 哇 口口肉香啊朋友们 我听它描述就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一定要给你们看一眼 盒里塞满了这个蟹肉 我们平时吃制作餐那种橘蟹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那个基本上就是一些半成品的加工品 这个完全不一样 满口蟹肉 一勺下去 一整勺的蟹肉 真的棒 推荐的就是给里面加点这个 gipza 点一点点就够了 超级满足这一口下去 这一菜我真的很满意 鸽啊舒芙蕾 还有那个橘蟹盖 这三个我真的超级喜欢 很好的一餐葡萄菜体验 本期到澳门分享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